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大家都知道 檸檬對身體健康是非常好 可以增強抵抗力 預防心血管疾病 降低血糖 幫助消化 治療感冒 預防腎結石 改善骨質疏鬆 防止懷血病 清除便秘 甚至可以幫助減肥 每天喝一兩杯檸檬水 對身體健康是非常好 但很多人為求產量 把很多檸檬都施放過多化學肥女和濃藥 這些化學檸檬不僅讓我們吃不到 檸檬本來有的營養成分 反而吃了一大堆化學品 現在教大家幾個簡單的步驟 讓大家快速識別什麼叫做 有機檸檬和化學檸檬 第一,在外表很明顯 有機生態的檸檬 表皮顏色是不均勻的 說得明白一點 是比較醜樣一點的 當然,外表只是初步判斷 第二,聞一下味道 可以在檸檬的外皮輕輕刮一下 有機檸檬會持續散發出 一些天然的芳香檸檬味 如果味道是刺鼻或是沒有味道 多數都是化學檸檬 第三,看皮厚還是薄 天然生態檸檬的皮大約是3至4毫米 厚度看起來比較均勻 而化學檸檬的皮比較厚 差不多5毫米或以上 第四,就是沖檸檬茶 或者沖檸檬水時沖的次數 生態檸檬可以沖多一兩次 到了第二杯 還有很多檸檬的香味 但化學檸檬第二次 基本上都沒有味道 甚至產生一些怪味 全搖地製 pulled軸